七言七笑如一席人满 欢爱众生 永不停息 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 大宝法王悦悟教缘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旨 如可一旨上诗 只看功德 不看过患 不深邪剑 不退醒心 我想这个给你 我也会在一直以后 剧眼中 现在是为了 人的表辞 是方航孔 TRT 修持 世间法上可以说一套做一套 但是在修持佛法时是不行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力量 我们是具备有战斗力量的 而能够去跟烦恼对抗的力量 就好像我们背着一个宝藏一样 但平常的时候我们不去用它 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一旦我们真正要去使用它 打开这宝藏的时候 自然就可以有足够的力量与烦恼战斗 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对自己 升起信心 不要看清自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母 就算父母亲没有真正恨关爱或者照顾孩子 但是他们赐予这个孩子的身体跟生命 只要这个孩子还有这身体跟生命的一天 都是父母亲给予他的恩德 是父母亲给予他最大也最珍贵的一个礼物 所以作为孩子的我们 对于父母生生世世的父母 我们真的都要生起强烈的感恩跟利益他的心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存 所有一切事物都是因缘一存的 没有一样事物是可以完全独立的 我们依赖人群社会是为求彼此的帮助 因此伤害他人只是减弱了自己的互助系统 那么为何要伤害自己呢? 取而代之的 我们因尝试尽力给予他人帮助才是 感谢观看 修理 修行是一种习惯 它并不是一种好像我马上修 就马上得到一种什么证物 我们就像是一个机器坏了 我们要慢慢看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慢慢去修理 不能乱修 越修越糟 这就不用修理了 这就不用修理了 就是限量给自己的缘性 我们也爱到谁 也爱到谁 我们也爱到谁 温暖跟你 遙修 我本人也爱到谁 也爱到谁 我本人也爱到谁 阅乡 禅修 禅修 就是给自己时间 去做自己 除此之外 别无其他了 别无其他了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允许自己放松 然后做本然的自己 不去想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也不去担忧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你所要做的只是单纯地放松 然后安住于自身的本然状态 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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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起因就是我们的恶心 也就是那一念贪心、深心、我慢、嫉妒与不满足的心 而这所有的果实就是来自于无知与无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在因上 我们却总是自然地行持着不善法 因为无知 不知道恶因是永远不可能得到善果的 我们心中的愿望 与实际的行动恰恰相反 完全不契合 对于这点我们却毫不知情 因此迷迷糊糊地继续固执地造作着恶业 大悲心 不忍众生的苦 就算只是为了一个众生 也愿意长时间待在地狱 也正是因为打悲心而想臣服 想帮助众生远离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容 对初学者来说 最重要是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能借此机会去思维佛法 你会想到 我困难时佛法对我起什么作用 你将这些细节与佛法相容 善用佛法来解决问题 慢慢地 你会知道整个生活都是佛法了 佛法跟生活 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平衡 如果不懂这点 反倒会造成生活中的不平静 旅程中的不平静 自然地产生一种平静 就会见到 在生活中的不平静 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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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心就是一种转变过程 既然一个人出生于此多变的世界中 所以不论你是谁 你同样得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 我当然也不例外 事实上就我年龄来说 我已经面对太多的各种挑战和困难 但是我很幸运此生能接触到佛法 这对我影响之大 帮助我认识外在的环境和自我 因为我在佛教的传统中学习和修行 让我能从更宽广的角度来观看各种情况 我非常清楚地经验到一切环绕我们的现象 毫无疑问都是无常 都是相对的真实 我们在此无常和相对真实的世界中生活 是不会也不可能 永远先在一个坏或好的情境中 这是我基本的看法 从根本上来看 我认为应该明白 修习佛法的要点 就是要能够接受各种烦恼的挑战 这些烦恼往往左右我们的生活 并让我们经验各种不同的痛苦 所以要明白心灵的功课 就是向烦恼挑战 修心就是一种转变过程 彻底根除各种恼人的情绪 我们一定得经过学习 知道经由修心的方法 我们有能力 有力量 面对各种烦恼的神奇 如果认为修心 修醒 就是什么都不做 或找机会休息 是错误的方法 修心 是学习认出各种挑战 面对它们 并且解决内心的冲突 这样才能从内心烦恼中 和外在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靠根换往来 靠根换往来 当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智业成立中华国际诗识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施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时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303025场 布施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共12311次 莲花生大事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倍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抵拜佛说 尼陀宝采 恭请占佑法师领众 日期9月27日星期五 时间下午1点半 地点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灾法义 共募福恩 佛教慈悲至业 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八观灾界法会 恭请占山法师 占江法师 赞同法师组法 日期9月28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 下午2点 佛学讲座 阿弥陀佛48大院 主讲 赞江法师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 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存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灾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在法身一界之中 没有任何事物 不是清净圆满的 从上方的圣者谈成 到下方的地域世界 一切都是平等的清净圆满 因此 不论是在痛苦的状态 或在觉醒的状态 都没有差别 诸佛与友情众生之间 也没有不同 此外 这不是刚刚创造的事物 而是自始及任运现前 因此佛果法身 是自明的决心 透过上师的指导 而当下得见 并且由于他并非可修得 或达到的 故他是清净的圆满 除了这个之外 我没有其他可教导的 所以要好好把他放在心中 卡千女 卡千公主 错家佛母请求上师 莲华生大士 为上中下根者的利益 开示这三种禅修的教言 他为后世 记录下这些教言 由于这些教法 并非为了在当时宣扬 错家佛母便将他们藏匿起来 而成为珍贵的地福藏 愿具有夜缘的于且士 得遇这些教法 未来当有福报的你们 得遇这些法教时 一 你对建立自信的了物 也许有如海洋 但人应守护最细微的世俗因果 二 你可能已了解法性 自信的大海 但人应保持不散乱的传修 有如黄金打造的柱子 三 你可能已经了悟 广阔心的枉然状态 但人要守护你的三昧耶与戒律 让它们稳定 且无有损坏 四 你可能已经获得 如海般法性自信的疗症 但人要敬重崇高的上师众 有如你头上的冠冕 五 你慈爱的心 也许没有偏思 但人应满足你的伴侣 与所有法友的愿望 六 你也许已经看见 佛与一切众生的平等性 但人应避免如毒药般的食不善业 与其果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业